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出发 我们再次给大家半年祝贺大家 心想事成忘事如意 今天晚上是华人拜天空的日子 再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守SOP的情况之下 顺利完成拜天空的神圣任务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 其实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课题 特别是由小孩的家长 今天的课题对大家都会非常重要 因为昨天突然间国防部长宣布了 大马准备开学 大马准备复课 哇 可能很多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他好像都晕倒了 我相信这个网友第一个看到这个消息的 他马上就晕倒了 真的我们在一个媒体的平台当中 我们看到的留言也是 哇 大家都感觉不可思议 这个后门政府真的是大开门户 昨天突然宣布说这个学校将会重开之外 还把这个堂食人数也取消了 昨天真的是大开门户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后门政府还在搞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就看见这个教育中间 这个Network Haripa 他就follow out了这个新闻 他今天讲得更加严格 我不管你的卫生部什么 MCO 还是CMCO RMCO 还是EMCO 通通给我出来考SPM emCO 是卫生部的游戏 emCO 是卫生部的游戏 不是我们这个教育部的游戏 那么这个教育总监 他到底是什么人 可能大家看到他这么讲的话 又有很多不分青红照白的网友 又来把他给骂房了 因此在这里呢 我需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我们都认识大马卫生总监 当时里诺西山我们的三个最近人气爆跌 那个知情率爆跌 然后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认识大马教育总监的Dato Haripa Dato Haripa Dato Haripa 跟这个三个是同一个位置的 同一个position的 他们都是部门的总监 那么这一次呢 Dato Haripa 亲自出来讲话的 因为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那么各位网友呢 虽然我们知道 在这个疫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谈复课 他强行到SPM的考生去考试 可能网友会受不了 但是呢 我本身作为教育界的一个人士呢 在这两个人的立场当中呢 我会站在教育总监Dato Haripa的立场上面去讲话 这是没办法的 也请大家不要怪我 因为大家都知道错在谁 很老实的讲一句 我们教育行业究竟做了什么错 我们被停止工作了多久 反正我们的补习班 自从那个什么CMCO MCO开始呢 就关闭了多久 我们多少学生失学 所以我会比较站在教育的立场去讲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切的错来自那里 来自后门政府 来自卫生部 卫生部到了今天呢 都没有把这个疫情给解决 请问疫情解决了吗 没有 那么卫生部不能解决疫情呢 就导致多少的孩子失学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网课 老师跟你讲 我在吉隆坡地区 我的学生上网课呢 那个线呢 都是很lag的 有一些学生呢 我们在吉隆坡的中心的地区 吉隆坡的近郊地区 有些学生是一下子有线 一下子没有线的 而且这已经连续 几个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讲这些学生的那个学习程度 会受多大多大的影响 再来这个网课继续进行的话 会对家长造成多大的负担呢 如果没有孩子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们有小孩的家长 我这么讲 你们会很清楚的 有些小孩子 只要家长不在身边 看他上网课的话 哈哈哈哈 古怪怪的出来了 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讲了 大家知道 所以再这样子搞一年下去的话 那么卫生部 如果他在今年2021年 完全没有把疫情解决的话 那么这个要我们教育部 我们所有教育行业的人士 我们要做什么 可以啊 我们吃草就算了 但是这个受害的是谁 小孩子啊 儿童他们啊 所以关于这个课题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 我们教育行业 教育人士的这个理产 真正应该负起责任的是 这个卫生部 这个三哥他们 然后还有 他的上面的后门政府 你们不能够解决疫情的话 你拿到叫我们整年不用上课吗 万一2022年不能解决怎么办 万一 所以 不是为主要搞到七年 那么七年学生不用上课嘛 等下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疫情会有多久啊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 我们教育总监呢 忍无可忍 他都讲很清楚的 你的MCO CMCO 那是你们卫生部的事情 教育总监没讲完的话 我帮他讲完了 现在我们要做SPM 你知道我们教育工作者 我们要办一次考试有多难啊 等下又RMCO 又CMCO 又MCO 又EMCO 又一国四字 天啊 你要我们教育 你 讲起来 我们的Dr.Hapiva 他都 真的 气死掉了 等下 等下 EMCO 不能考试 等下 MCO 又考一半 等下 我们整个Dr.Hapiva 这边 真的是 给卫生部 气疯掉了 卫生部 能不能把这个疫情 跟我去解决一下 让我们顺利考试 当然 今天Dr.Hapiva 他会这么生气 去讲这句话呢 因为 同考 我们知道同考 考了 同考是在 上次12月的时候 强行考试 那么同考 有没有人 引发疫情呢 没有 你看同考成绩 刚刚放板 这一次的同考学生 太棒了 在如此疫情的情况之下 考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给同考的毕业生 跟高中上学生 大大的点赞 既然同考可以考 为什么SPM不能考 然后 这个卫生方面 是卫生部负责的 你卫生部做不好的东西 卫生部你要把疫情破到这么久 为什么要我们教育部去承担 这个责任 各位网友 你们来 平平理 请你们站在我们教育部的立场 就平平理 今天这个辉瑞疫苗抵达大马 大马也有能力去承担 这个负八十度的冷电运输 这个不要紧 但是看见这个新闻 我们直接晕倒 直接晕倒 过两天 我收取更多资料之后 我会讲这个关于疫苗的那个 专属课题 但是我们已经晕倒了 看到这个课题 我们就知道 大马疫情是好不了的 人家打疫苗 疫苗追求的就是全体免疫 就是跟我三个月 跟我100%人口打完 然后这个病毒真的在这个国家 感染不到任何的人 病毒没有列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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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就这样子消失了 但是你这种打法的话 你看 第一阶段打完 第二阶段还没打的人 还会感染 第三阶段 我们年轻人 走动力最强的 最厉害怕怕走的 都还没打疫苗 这些人还能够继续传播病毒 而且还要搞到2022年2月 所以看到这里 我不要讲是DOTOR HABITA 教育种生气 我看所有的老板 所有的商家 看到都病毒了 各位网友 2022年2月 可能我们才能战胜疫情 也可能不能战胜 我觉得我们会以很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做不到的 因为疫苗 你一定要在三个月里面打完全国的人 你打不完的话 整个疫苗的施打工作 绝对是失败的 保证失败的 所以搞了这么久 这三个难得拿到一个比较科学的数据来讲 这一方面 我倒是支持三个 它是对的 就是以R0值 基本传染数来讲 R0值是这样的 只要它大于1的话 疫情就无法解决了 只要R0值大于1 它会一直传传下去 直到全国人都被感染为止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概念 只要R0值小于1的话 病毒就会被消灭 只要它一直是小于1 疫情就会被消灭 好像我们看这个雪州 最新得到的R0值数据是0.89 它已经小过1了 就代表你给它时间 你把它压制在1以下 最终SALENGO的疫情会消失 最终SALENGO的疫情会消失 包括SAPA州 0.8 最终SAPA州的疫情会消失 它的大马是0.9 最终大马的疫情会消失 但是呢 并不乐观 因为有四个州是超过1 然后Nurkli-Sampilan Kerta Sarawak Kerlis 是超过1 就代表这四个州 会继续的传下去 传到整州的人 打背感染为止 如果没有任何私家 人为干预去阻断疫情的话 那么 但是讲到这里呢 我要让大家非常失望 这是绝对非常失望 因为这个数据呢 是假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不正确的数据 三哥这次提供的数据呢 绝对是不正确的数据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第一个原因 就是上次假数据的问题 有些是去年的数据还没报上去的 所以呢 已经影响了它的准确性 第二呢 就是三哥 前几天承认的 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 他说这个 农历新年呢 哦 这个LAB没有工作 很多的没有工作 检测下降 原本一天可以检测 六万到七万的 现在跌到两万 所以 因为检测减少呢 影响了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所以呢 这个阿诺子在大马的呢 又已经短期之内 又无法 又失去了它的这个准确性 所以 这样子就导致我们 几乎完全没有办法 透过阿诺子来预测大马的疫情 接下来会怎么样 所以呢 真的是不能够等的 知道我们美容行业的伙伴 等到现在还没有开店 我们教育的伙伴也是我们的 这个课程 我们的补习中心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教育总监呢 这个Dr.Hapibar呢 现在亲自出来 虽然教育部长的确比卫生部长 逃了很多 他强了一百倍以上 蛮正常的一个部长 但是这一次 这个教育总监已经承受不了了 因为他底下我们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员工 因为教育部的员工应该多过卫生部的员工 全部在那边摆领薪水 摆领薪水不要紧 最后受到伤害的是小孩子 你看看这些小孩子 为了去上网课 爬到树上去 跑到游中原去上课 为了去找那个县 你看大家为了追求这个学业 拼了老命去追求这个学业 卫生部还把疫情搞到现在搞不好 后门政府把疫情搞到现在都搞不好 所以呢 我们觉得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接受于病毒共存 因为卫生部我们需要他讲一声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 如果这个疫情没有能力控制的话 解封 这个学校重新上课 于病毒共存 所有学生请回去学校上课 因为这个疫情是不会好的 这个疫情呢 我们看它的疫苗计划 2022年2月份 各位观众 现在有很多专家讲要搞七年了 三年到七年了 那么我们就这三年到七年 不用回去学校上课 三年到七年我们美容院不用开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不是我们要看到的结果 请大家站在我们的立场去体谅 请大家站在小孩子的立场去体谅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错在谁 为什么 欧门政府 大家觉得对吗 好 我们今天就暂时更新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再给大家update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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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